无限轮回的封锁令和居高不下的病例数据 使得坊间民怨沸腾 政府在经济复苏这条路上更是举步维艰 财政部长奴多斯里东姑扎鲁 倒是乐观地面对批评声浪 并强调政府必须倾听朝野领袖的意见 共同制定更完善的复苏计划 抛开正式分歧 携手应对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 抗议难关重重 至今还不见尽头 财政部长东姑扎鲁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透露 过去一个星期会见朝野领袖 商讨复苏策略 还形容讨论过程硕果累累 他还计划在这个星期展开第二轮会议 共商大计 财长强调制定复苏计划就得倾听各方意见 国会议员也能在来临的国会会议上 针对国家复苏计划提出疑问 至于坊间狠批当局防疫失策 对政府失去信心 东姑扎鲁依旧乐观 正如人民曾经质疑 我国是否能够达到每日数十万剂的疫苗接种量 如今事实胜于雄变 部长也指出 今年5月的失业率达4.5% 相比去年同期的5.3%来得要低 但基于封锁令影响 他相信失业率还会持续走高 不过政府今年已经设立将近30万个就业机会 一步步接近50万个就业机会的目标 东姑扎鲁也坦言 无可否认的是从政治层面来看 我国处境确实不太理想 他希望朝野各党都能携手合作 共同应对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 还强调我国实在不需要迎来另一场政治危机 他也指出自己立志为民服务 并不打算从政 面对民渊沸腾 他也问心无愧 只求尽力做好本分 全民团结抗议